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底的虾 它们的抗压能力极强 被称为抗压虾 在一万米深的海中也能生存 专家说 因其有一层铝壳 它们就是短角双眼钩虾 这种虾的体型很小 体长只有2至5厘米 身体是很浅的灰白色 这种虾长得并不好看 看起来像是一只土鳖虫 有人乘坐潜水器进入11公里深的海沟 在这里发现了这种虾 它们生活的水温只有2摄氏度 并且一生都见不到阳光 这种虾以木屑为食 这是因为它们的身体构造 不能消化其他生物 它们会使用椰子壳 我们都知道 很多海生物是有盖着的外壳的 这些外壳其实十分容易溶解在海水中 这种虾也有外壳 但是在如此深的海底 它们的外壳并没有被压碎和溶解 这是为什么呢 专家们研究发现 它们的外壳表面含有铝元素 铝可以让它们的外壳不被溶解和压碎 那么海中的铝元素很少 它们是如何找到的呢 这和虾的身体构造有很大的关系 它们的内脏可以分泌出一种酶 会从含有糖分的物质中获取铝元素 铝和海水相遇 则会变成氢氧化铝胶胶 保护虾壳内的碳酸钙不被溶解 小伙伴们 认为这种小虾是不是很厉害呢 好啦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和小可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 或者是信心转发以及关注哦